从21年来我一直在付出 他连一句关心的话都没有 20年的夫妻了 哪有那么多甜言蜜语啊 我出去找工作 他不高兴 我有自己的兴趣爱好 他也不愿意 我难道就不能有自己的生活吗 有请这对夫妻 有请 宋先生45岁来自河北私营业主 田女士43岁来自河北销售 欢迎老妹啊 您这衣服有特点啊 对 这都我自己做的 裙子是咱们那个 就是汉府明制的马面裙 上面就是一个上凹嘛 披肩嘛 没有按形制做 就是我想让它日常一点 哦 您现在喜欢这个是吧 对 怎么了 我觉得我们结婚这20多年吧 我一直兼兼业业的付出的太多了 然后我干什么他都不同意 干什么他都不支持 因为我们干的是旅馆 我想着我们那块把旅馆 也趋于饱和了 然后我就想着 现在这个汉服嘛 有好多年轻人都喜欢着 不过年轻人 其实我这年龄我也喜欢啊 我就想着把那个店转出去 然后做一个服装店 以汉服为主 您不同意 我不不同意 你有什么资格 你把这店转上去 我怎么就没有资格啊 我经营十多年的店 你一下子转上去 这是我大半辈的心绪 你有什么资格转上去 你这个店你管过什么呀 还不是都是我经营的吗 那我不在外边 给你铺好的路子 你怎么干呀 那你把营业执照放这 他能给你挣钱吗 还不是我慢慢慢慢 一点一点干的吗 那我这一天天 给你把路子铺好 不是 您铺的什么路啊 咱们说具体点 就是办执照啊 营业执照 就办一次不就得了吗 该报账的时候 会计报账报账 对 他就觉得是 这个店什么证件什么 我都给你弄好了 你不就在家看看店吗 一直到预产期的时候 我还在店里干 而且像我们在大学城 边上开的店嘛 一考的时候特别忙 我那时候就怀着孕 就最忙的时候 三天两夜都没有睡 那你干嘛呢 这不把路子铺好了吗 不不不 你路子铺好 你日常不管的 那他怀孕的时候 都快生产了 预产期都快到了 那几天您在干嘛 我有别的生意 您啥生意 又开个饭店 那老婆要生孩子呢 那饭店的生意 丢个两天也不咋呀 为啥你不去帮忙呢 那个我没有时间 你时间干嘛去了 他就是这样 这第二个他就觉得 我都给你弄好了 你都在这守着 当时我怀孕那会 我本身就是 人生反应特别厉害 吃也吃不好 睡也睡不好 我记得是快到预产期了 就是本来我是身体 就有一点水肿 但是那时候经济压力比较大嘛 因为我们开那个店的时候 都是贷款 也属于白手起降 基本上就是前台 保洁 包括那个洗床单什么 都是我一个人做 当时就是快到预产期 大概八个半月左右吧 有一天早上我一起 整个人官都变形了 就整个脸都蠢的 就看不出来 然后就是自己想 想看看路都得 扒开眼睛看 就水肿的那种程度 我就赶紧去医院嘛 我爸妈跟我去的 她呢 但是人家忙别的呢 忙啥呢 我就是不是不去 我就说把电视 安排好了以后 我再去 去了吗 去了后来去了 是 她是去了 因为当时情况 也比较危急嘛 医生就建议 马上做泡沫产 如果说不做泡沫产的话 可能大人孩子都没病了 但是说做泡沫产呢 可能是我吃也吃不太好 营养不是特别好 营养功能不全 就有可能泡沫产以后 这个刀口也不长 就刀口一直开着不长 然后你知道 当时那种心情 情况那么危急 我又不敢让老人知道 怕老人着急上火 然后做手术签字的时候 我说我自己签吧 人家医生说不行 这必须得有家属 但是就是让我父亲 给签的字 心里那时候真的是 特别的无助 你在干嘛呢 我说这种 这种厨房电视出完的事 你电里有多大的事啊 这老母都快死了 还给你怀的孕 你电里有多大的事啊 我们电视不是也没顾人吗 关门啊 对 他就是这样 就是一说就是我妈 我照我生意 就是这样 行行行 那孩子顺利吗 当时就是 其实我这个事啊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不知道 其实我来这也是 真的是接我心里的伤疤 那个孩子最终也没有保住 但是说做这个手术的时候 身上全是水腫 就是那个麻药 根本就不吸收 做这个泡沫产手术 整个就是在 无麻的情况下做的 您知道吗 就是其实做过泡沫产的人 可能都知道 就是医生往外 娶孩子的时候 是最疼的时候 因为孩子跟母子连心嘛 然后医生拉第一道的时候 我说不行 太疼 然后拉第二道的时候 我就一下子疼死过去了 在我醒过来的时候 医生也在安慰我 闺女没事了 然后孩子取出来了 再到我第三次醒过来的时候 就是最后缝针了 然后您知道 就做这个手术 我真的就是在鬼门关 转了三圈回来的 我跟他说着 您知道人家怎么说吗 您让他说一下 哪个云人不生孩子呀 就是你交情 而且人家就说 谁叫做手术不打麻药 人家这样说 但是当时我那个情况 在手术室这个情况 其实别人也不知道 这个也可以理解 是吧 但是因为那个孩子也没了嘛 说实话 是孩子取出来就没了还是 大概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了 因为当时我就是无麻的情况下 那你当别的你说说吧 那孩子怎么没的 孩子 有发育不良吧 后来孩子没保住 因为那个生这个孩子以后 我身体不好 然后做这个手术 就是作为一个女人来说 初任人母 然后孩子就看了一眼 就再也没了 我就是本身也腰疼 然后又爱胀肚子 心情也不好 然后人家就是 没有说一句 说特别暖心的话 一直就说 你这一天板着个脸 人家客人来了 怎么怎么着 那可不是吗 八个半远 孩子没了 那谁能好心情 你心情不好 你也不得带到吧台上呀 你掉了脸的 这客人谁还住啊 你这脑子里出有点钱 你还有点人味嘛 孩子没保住 可以再生 那你得让他难受 难受吗 你得让他难受出来嘛 你不知道咱们掉了 还钱了那么多贷款吗 你干哪 你让他歇着呀 你那么能干 你干哪 你都能铺路了 你就把桥也修了吧 我得帮你